在北京CBD商圈的一间工作室内 台青康复师郭耀宏正在为一位患者调理身体 雅铃凳 瑜伽球 红绳悬吊器械 这是郭耀宏的一方小天地 我们的工作室是运动康复工作室 然后我们做的就是运动康复相关 就比如说有一些肩膀痠痛 然后损伤 然后运动术后的恢复 我都能够去帮助他们 这也是我的专场 出生于1992年的郭耀宏 来自台湾桃园 他孝颜自己没有运动专长和喜好 却机缘巧合下 考入台湾体育运动大学学习康复知识 经常与一些最专业的运动员为伴 郭耀宏做过中国台北队康复师 也曾在新加坡整体诊所工作 台湾里面有好几个好几个 这种的不同的流派 然后各有各的支持者 所有人都要去吃这一块饼 但就两千三百万人 你有多少饼可以吃 你只能降价 大陆说实话地大物博 就是他有足够的资源去做这些事情 大家愿意在这上面投入 为有更多上升空间 2019年10月 郭耀宏决定登陆发展 底经后 在朋友介绍下 郭耀宏在中国体操队担任运动伤害预防顾问 为运动员评估伤害 提供康复服务和训练 其实一开始来我当然是怕的 就是毕竟你知道台湾的 就是网路上的消息 有很多不同的声音 我不知道自己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人会欣赏我 然后我就想 我试试看 我大不了回家 去雕塑 做出造 做佛像 但那不是一个最差的选择 但是我就没法做 我想做的 或是让我有成就感的工作 后来受到疫情影响 郭耀宏改在康复中心专职工作 2023年8月 郭耀宏决定开始自己创业 我觉得这是一个自我实现的过程 其实在做这个工作之前 我在读书的时候 我就很想开自己的工作室 我觉得有一个自己小店 你很多的事情 你可以有自己的想法 你有自己的创意可以发挥 然后这是一个你自己的空间 你怎么做都是你的想法 郭耀宏观察到 相较于台湾 大陆运动伤害康复市场更大 发展前景广阔 这边的连很多的人 我看到都看展体育项目 踢足球 打棒球 打玉球 水球 包包 各种项目 很多都有 他的参与人数非常非常高 然后所以带来的伤害等等的 这也会相知于台湾是多的 然后投入上也会跟着比较高 凭借着自己专业的技能和热情的服务 郭耀宏的工作室客流不断 收获丰厚 获得感满满 工作之外 郭耀宏特别喜欢这里便捷的生活方式 和四季分明的气候 我喜欢四季分明 它你感觉到季节时间在流转 它的方便性是很高的 你比如说你今天叫外卖 30分钟就可以拿到你想吃的东西 然后你买超市的东西 30分钟内面它就送到你家 然后你要打扫 你找个阿姨 100块两个小时 他帮你扫得干干净净 它的这个建筑是有自己特色 是有历史沉淀的 它的这些东西并不是一个 可以搬走的东西 它的底蕴就在那里 这个是我喜欢的 回首自己五年的登陆经历 郭耀宏说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只有真正走过 才会知道世界真实的样子 我后来到出来之后 我发现这个事情是绝对真实的 你真的要自己去看 你才知道这个社会长什么样 这个世界长什么样子 你体验了才知道 你适不适合在这里 哪个地方都一样 去坐了一边 去走了一边才知道 郭耀宏计划在做好当前经营工作 积累足够的客流 建立口碑后 逐步扩大康复中心规模 增加康复师数量